在鹤岗到底能找到工作吗? 很多人知道鹤岗这个地方应该都是因为它的低房价 然后很多人就一时头脑发热 没经过太多思考就跑来安家定居了 但是这部分人群没考虑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来了之后你靠什么生活呀 你不能一直单纯的吃老本吧 当你的存款越来越少的时候绝对会非常的焦虑 那在鹤岗年轻人到底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鹤岗这个城市是一个资源型的城市 之前的支柱产业肯定就是煤矿 随着不断的开采 逐渐变成了资源枯竭型的城市 这也是鹤岗由盛转衰的一个原因吧 当然现在除了煤矿 鹤岗也有了石墨矿 但是矿产相关的企业大家也知道 一般都是国阳企 所以不是很好劲 除非你去当煤矿工人 工资也很高 约如过万轻轻松松 前提是你得吃得了这个苦 其他的鹤岗本地大型企业 可能也就只有比尤特、喜加德这种 但是我看了一下也没有什么工作岗位 因此我就到招聘软件上搜了几个比较常见的职位 分别是工程师、销售、客服、家教老师 结果发现这些在其他城市随处可见的岗位 在鹤岗可能没有那么多 就比如说工程师只有很少的实施工程师的岗位 你想要找软件开发这种 基本上没有 然后就是销售客服这种工作 这种类型的岗位 说实话在哪里都是肯定需要的 在鹤岗也是有一些工作机会的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工资是真的不高 这让我震惊的其实还是家教老师这个岗位 我看了一下 在招的其实挺多的 但是工资真的感人好低啊 有些甚至只有两三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鹤岗 你年轻人想进公司里面工作确实不太好找 而且工资也太低了 但是有两种工作 我觉得在鹤岗是可以做的 而且也没有什么门槛 一个就是送外卖 送外卖在其他城市 工资可能显得没有那么高 但在鹤岗肯定算是收入还不错的工作了 不过我听说这里的单价也不高 好像只有三四块一单 还有一个岗位大家应该也猜到了 就是房产中介 在鹤岗做中介的真的超级多 不只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 你们可能会好奇 鹤岗的房子真的能卖出去吗 我很负责的告诉你们 真的能卖出去 而且卖的全部是给外地人 有这么多人做中介 其实也能说明这个问题了 其他的呢 你还可以在这里摆个摊 然后做些小生意吧 当然如果你不介意 其实鹤岗这里也有很多的服务员 收入员之类的岗位 想找的话那是肯定找得到的 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做了吧 所以有想来鹤岗定居的 你可以先考虑一下 你在这里能靠什么生活 对以上就是我对鹤岗找工作的一些感受吧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可以给鹤子点个赞 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